是值得你们去盛世的这么一个好样 然后它到底有多细腔了 然后稍微冲了一下 怎么好过我们的味道 我觉得就是它这么火 是有它味道是很清香的 它说这个的好感性感 就是稍微细腻一点 就是我们的味道 欢迎大家的视频 Hello大家好 我是Jesse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大家带来一起化妆水的测评 首先我要说一下我自己的肤质 我是那种敏干皮 然后换季的时候 脸颊的中部很容易泛干泛红 所以我想要的化妆水呢 就是那种镇定舒缓为主的 主要会分为两块 第一块呢就是以高端一点 不是说高端嘛 就是大牌的这些化妆水为主 这块呢就是以平价大碗的 这一些化妆水为主 两边都有很好用的东西 先从大牌开始说 那第一个要说的就是我现在也正在用这个Chanel的山茶花系列里面的这个微气泡水 这个我已经用了大概半个月了 整个的平时的包装是这种磨砂的 现在设计也是我很喜欢的那种 摆在梳妆台上很好看 这个味道呢就是山茶花 这一系列里面最经典的那种香奶奶的味道 如果大家用过他家的那个鹅蛋的护手术 它跟那个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使用步骤呢就是说你洗完脸之后的护肤的第一步 帮助后面的护肤瓶更好的导入到皮肤里的这样一个化妆水的作用 独立的微囊的技术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种小气泡吗 它的每一粒里面都有一个山茶花的这么一个提取精华 把它挤出来接触皮肤的那一瞬间呢 就是以最新鲜的状态和你的皮肤做一个接触 然后它整个的质地呢是这种银路的 你看它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然后它在很水的这种情况下里面会有这种小颗粒 需要用你手上的一点温度给它做一个轻轻的按摩和拍打 然后它就洗手的非常快 正在处于便积或者是往冬天秋冬走的这么一个季节的话 我很推荐大家去试一些 追求的是保湿的话 这一瓶就是完全能达到你想要的那个预期效果 那唯一可圈可点的那个瓶口的那个小小洞洞是非常小 里面这个小颗粒很难能完全的出来 用到后面的话 我看很多妹子都说它有点浪费 因为它那个凝珠还留在里面 如果你倒放的话就可以完全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不是人家设计的问题了 它的价格是850人民币 150毫升那我这个就是150毫升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用很久的 毕竟它整个瓶身就是3D吧 左右就可以用全链了 因为它按开之后是很水泰的那种感觉 值得大家去试一下的这么一个产品 下一个要说的呢就是一个小众品牌 这个要怎么发音呢 它中文翻译过来叫做欧威全萨 有诺贝尔皮肤学得奖实验室共同研发参与的这么一个项目 所以我觉得还挺值得一试吧 用下来整体感受我就觉得它不止里面的东西好用 它整个瓶身的设计啊 还有喷头的那个细腻度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瓶体啊什么的 这个材质都是非常的结实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喷雾的细腻程度 它真的是我用过最细的喷雾 里面的成分有橙花还有玫瑰唇露 这两个成分都有镇定维稳的效果 一两下就可以用全脸 然后它吸收得也非常快 它加了一个小瓶装30毫升的 我觉得放在包包里呢 基本每个包都能放下这么一个大小 然后它因为这个喷雾的颗粒特别的细 所以对妆没有太大的负担 就是你可以完全带着妆去喷 妆也不会花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然后整个味道呢也是很清新 有一种果香 我刚刚录到一半相机没有电了 然后稍微冲了一下电影 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 蓝梅尔海兰之谜的这个精脆水 这个精脆水呢它是以修护为主的 价钱呢是150毫升830人民币 这个都是官网的一个价钱 主打的效果呢就是维稳修复 然后这个就是太有名了 就是无需多言了 然后质地呢相对也是比较粘稠的那种 大概你用起来四五滴就够了 它整个包装质地呢都是非常好的那种 它闻起来就是没什么味道 没什么好闻的味道 在蓝面它整个一系列的性价比里 它家的洗面奶还有这个水 我觉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就是我们一般可以承受的这么一个范围 换季啊或者是泛红 这一瓶水就完全可以搞定了 你甚至可以不用湿肤直接上脸拍打 第二天就是基本有一些痘痘什么的 就会消的差不多了 我这么火是有它的道理的 成套产品我买的时候呢也是成套这样买的 不过现在就是你可以找一些代购 可以单独来买它们家的单样产品 它是资生堂出的一个高端线的这个牌子 就是这个Ginza这一系列 很深的都是非常好看的那种淡粉色的 然后方方正正的像小豆腐块一样的这种 价钱呢是这里面来说我觉得是最贵的一个 1200人民币200毫升的这个使用方法 是要用它家独特的那个化妆棉 但是湿肤是有效果的就是太烧钱了 就是如果你湿肤的话几次就用的非常的快 对 我这里是觉得没有必要的 我自己用来的小方法就是说洗完脸后 用化妆棉把它浸湿一点 逆着毛孔擦一点 它就很像那个CBP的那个水膜精华 我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 它整个用完之后会把你皮肤表面的那个角质 稍微给它带下来一点 然后让你后面的这个护肤步骤呢吸收的更好一点 直接上手没那么多讲究的 也是很好用 整个的味道 我来给大家问一下 味道是很清香的那种味道 有一种花香味 就是它的效果呢 我觉得使用感是非常好 然后说实话比我刚刚说的Lamare要好一点点 我觉得如果说你的肤质跟我很像就是有点干 然后有点敏感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这一瓶 钱花出去没用在自己脸上 这个是给黑哥买的一套3的3的这个水乳 然后它这个水呢会总比那个乳用的会快很多 所以它现在就剩一点点了 这个水就是整个呢都是磨砂质地 闻起来是很中性的那种味道 就是中性偏木质香一点的味道 就感觉挺舒心的挺植物的这种感觉 把它放在这个视频里说是想要 就是说如果大家想送给男朋友啊 或者结婚纪念日情人节这种礼物 可以选这一瓶 我觉得也不错 它价钱也还可以就是390人民币100毫升 这个也是官方的一个价格 不过我相信你找代购的话 可以用更好的价钱能拿到 大牌的花生水呢就说到这了 接下来就是一些评价系列的 评价不代表它不好用 要说的呢就是 也算是挺有名的 切尔士的金盏花 这样的一个爽肤水 288 500毫升 那我这个入的是125毫升 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水 就是哪怕它已经很有名了 水的颜色是那种淡淡的黄色 加着那种金盏花的那种花叶 这个瓶身设计是稍微有点鸡肋的 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瓶口特别的细 其实它那个金盏花它没办法出来 所以我每次都把它拧开 就是用化妆棉什么的给它直接倒出来 敷在脸上 让它能吃敏感肌油豆皮 还有混油皮 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 也是适合夏天的晒后修复 化妆棉上敷在脸上 刚开始会有一种麻麻的感觉 然后大概这种感觉三到五分钟就会慢慢消失了 它吸收的还挺快的这么一个 整体敷完之后拿下来就是皮肤完全被镇定了 那些红啊什么的都消失了 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这么一个很平价的产品 这个我之前发过小红书 这一套是韩国的一个小众牌子 叫Huxley 个仙人掌修复水 它的价钱非常便宜 是人民币120毫升 我觉得我在这里说它呢 就是对于我自己本身 还有我这个年纪来说 我觉得我会给它打三颗星吧 满分是五颗星 适用于年纪比较轻的女孩子 可以甚至说是23岁以下 类似于水妆 但是比水妆呢会稍微有点粘稠的这种质地 它对于我来说保湿效果是完全没有达到的 但是也不代表它不好用 我觉得如果年轻健康的皮肤的话 完全可以试试这一瓶 这一瓶的香味不是很天然的味道 虽然它主打的是仙人掌嘛 当然我觉得就是闻起来有点硬做成那种植物香的味道 所以味道的话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整个瓶价系列里面很推荐的一个水 我不知道大家用过这个没有 它叫Beau Claire这么一个小红瓶 缩小毛孔 然后消炎啊 二次清洁水这样来使用的 它整个价钱呢是85人民币 150毫升 所以是相当相当的便宜大碗了 它闻起来的味道 很像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那个橘色瓶子的成也医生 它跟那个味道差不多 就是我用下来所有的毛孔收缩水呢 都是有一种这个味道 黑头清洁面膜之后可以用它收领一下毛孔 都会发现有那种脏脏的黄黄的灰灰的那种东西 在化妆棉上面 所以我就觉得用完它的使用感受就是很爽 就是每次都能看到肉眼可见的脏东西 被它给擦出来 一杯一瓶 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一人水雾气 是因为我刚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 10分钟15分钟这样子 然后拿下来之后你就觉得皮肤完全被镇定下来了 非常的好 非常的舒服 反正来块钱嘛 这个我没有去做过功课 然后是这样500毫升的一大瓶 我就觉得一年你囤一两瓶 就是可以以最小的成本解决你所有的皮肤问题 不能说所有的吧 就是类似于消炎啊舒缓这一类的 我觉得是足足够用的这样的一瓶化妆水 雅样的这个温泉大喷 这个是70人民币300毫升 然后现在我们这边的药妆的话 你甚至可以就是以更低的价钱买到两瓶这样那种 捆的那种大包装的 这个我用来最多的就是出去做肥瘦 然后回来的话 它不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打到皮肤深层的那些微针啊什么的 你没办法用清水洗脸 都会用这个温泉水去稍微带一下 把脸上那个浮的那个脏东西啊灰尘啊什么的 带一下 然后用那个结颜巾把它擦干净这样子 旅行啊 然后身体上有一些汗啊什么的 可以用它来喷一下 然后用湿巾稍微带一下 会比你直接用湿巾上去对皮肤好一些 我觉得就是很好用全的 相比于雅样的那个温泉大喷的这个敏感机的基础上 在能做到一点点的保湿补水 所以我觉得夏天把它放在车里呢 或者是如果你如果出门会带那种大包的话 可以直接把它放到包里 大家做完面膜啊什么的精华液比较厚重一点的话 你不要用清水洗掉因为清水就完全把它全部给清洗掉了 就可以用这种喷雾稍微的喷在脸上一点 然后用那个湿巾毛下给它带 这样有一些最基础的精华液还会留在脸上 不会给毛孔造成很大的负担 它这个设计我觉得会比雅样的稍微细一点吧 这个快没有了喷不出来了 就是我个人觉得用起来的那个喷头会比那个雅样的更稍微细腻一些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 这样我下次发视频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收到提醒了 B站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一键三连哦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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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